為了要關懷的六歲 便車提供社區親主有一個體驗傳統造立的機會 火段鄉、火段社區在六月找十幾班 一百零五年僵團養活動 便車邀請到建國高台和火段郵頂的小朋友 現場提供親手包肉粽和作香包 小朋友在社區媽媽的協助之下 一站一山提香包 建國高台的大學生親手包下人生的第一顆肉粽 火段鄉、火段社區 為了要關懷社區來的獨家老大人和六歲團體 每一年都會在五日在競爭 基本競爭用包肉粽的活動 在今年已經邀請到附近大學的大學生和社區小朋友 共同來體驗傳統文化 今天社區特別在端午佳節的前夕 我們來辦理這個慶祝端午的一個活動 系列活動 因為每一年的端午節 那社區為了讓社區的這些長者 或是這些弱勢的一個家庭 能夠得到一些溫馨 所以我們已經連續好幾年都辦理這個綁種子的這個活動 還有以及在這個親子來製作這個香包 把我們這個傳統的這個文化 能夠讓所有的這些小朋友年輕人 讓他們能夠了解 所以今年我們除了社區裡面的長者 邀請他們共同來參與之外 那我們也邀請我們附近的這個學校年輕人 一起來參加這今年度的綁種子活動 還有小朋友的這個香包製作 那我們也特別從縣府那邊 邀請縣府的這個都都車來到我們的社區 讓這個小朋友能夠歡度一個快樂的一個端午佳節 對這些大朋友小朋友來說 可以親手包下人生的第一顆肉蔥 做第一顆香包是相當特別的體驗 會團社區也透過這次的活動 尤其社區既民既感的感情 也為社區帶來新的活力 新中華新聞北邊臨 會團蔡鳳伯德